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念地藏圣号解决贫穷,困难的真实故事 念完地藏圣号一万遍,换来什么情况呢? 父次 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 求者乖愿,或多病急,或多凶衰,家宅不安 眷属分散,或诸横世,多来五身,睡梦之间 多有经步,如是人等,闻地藏明,见地藏行 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一世,渐渐消灭 及得安乐,衣食封义,乃至于睡梦中西皆安乐 这个里面包括很多事,这些事都是恶效 我们想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比宫水还简单 念念名字就能把这些恶事情转变成善事 佛又跟观世音菩萨说,地藏王菩萨还有些功德 可以满众生的愿 未来世中,末法众生苦难很多 那些人或者没有衣服穿 没有饮食吃,衣食不足,饥寒交迫 现实环境跟他的心愿都是相违背的 不说别的是,像在美国打工,凭劳力挣钱 也不是那么衬心所愿 来时没有绿卡,还是黑户 人家工作八个小时,拿的钱比你工作十五个小时还多 这都是所愿不遂 求者乖愿,乖是乖为的意思 跟你的愿,你的心,你所要求的两个不一样 在末法的时候疾病又多,不是脑壳痛,就是肚子痛 很多的怪毛病,有时候医生看不出来 眷属分散,有的亲人在台湾,有的还有在大陆上 家庭不能够团圆 这就是眷属分散了 横式包括太多了,横式也是不如意的事 不晓得怎么出了问题,这都叫横式 舞者就是扰乱你的身心 还有睡觉的时候害怕,竟做恐怖梦 睡住了就做恐怖梦 应当知道贫穷就跟地狱差不多 贫困的生活,生不如死,想死又死不了 他有多种因缘牵扯住,死又死不下去 活又活不成 还有一种,以前过惯了富贵的生活 突然之间垮了,像股票一跌 从一万二千点跌到两千多点 很多人倾家荡产,一下赔了 以前的富裕日子过惯了 一下子穷下来是最苦恼的事情 还有一种人,处处都不如意 干什么都不随心 求者乖愿,总是事与愿违 总是碰到凶险的事,衰败的事 二十多岁本来很英俊很美丽的 害了一场病,相貌都变了,都衰败了 还有,以前人家看见你都很尊敬的 一旦你的运气消失了 福报一过去,本来对你很好的 六亲都很和睦的 突然之间变了,连六亲都不和睦了 这种现象很多人都经历过的 所以,古来说,黄金宝马财色星 不是青来也是青 一场马死黄金镜 青者不如陌路人 六亲眷属都是看住财富的关系 生活环境的关系 等到你财富一去了,还不如路人 为什么?路人看你,他也不防备你 跟你没有关系,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 亲人可不行了,等你倒霉了,人衰败了 你要是再见他,他离得远远的 看见你从那条街来了,他差去另一条街 怕你跟他借钱,跟他求,这是形容衰败的 摔根胸,胸跟横差不多,这都是说一些灾难的事情 如是人等,像这种人怎么办呢? 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听到别人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 或者看见一尊像,知道这是地藏王菩萨 面对地藏像跟观音像,能致心恭敬 要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磕头礼拜 念满万变,念一万声,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 念一万声地藏王菩萨圣号,就能够转变 致心恭敬,念满万变,是诸不如意时 渐渐消灭这个狠灵,特别是小孩子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特别灵 小孩子考试的时候怕考不上 要升学的时候担心升不上 我就叫他们念了 他心里也致诚,他因为想达到考试的目的 这意念就考上了 除了一个致诚心,只念地藏王菩萨一万遍 念完一万遍,换来什么情况呢 你前面的贫穷,困难,一切灾害都解决了 起码能解决一个问题 睡觉绝对不会做噩梦,这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在临睡眠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念一千声 念完了倒头就睡,绝不会做噩梦 如是人等,能够念一万遍地藏王菩萨圣号 那些不如意事情渐渐就会消灭了 从痛苦当中就变成安乐了 再不忧愁,衣食封益 这个灵不灵,我也试验过 好多年前了,我也持怀疑太多 说这件事太容易念了一万生地藏王菩萨圣号 这些事情就会转好 衣食不足,或做生意很不发财 渐渐就好了,怎么可能 但是确实是改观了 在北京有个卖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个小铺子 这种生意本来发不了什么财的 能够温饱就不错了 但是只靠这个铺子不够 夫妇俩人还有一个小孩念书 那时我们的庙在他前面 他问说,能有什么法子不受动美之忧啊 我说,有,你肯信就有 你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念阿弥陀佛都行 念一个名号,你渐渐就会好了 他信我的 他们一家子连那个小孩都念 隔了好几年,我从福建回北京的时候 看见那间小铺子开大了 他说,自从他念了之后 他的酱油醋一天卖得很多 就像激功显神通似的 客人本来不想买 走到门口也打电酱油回去 这是不可思议的 要说出个道理我说不出来 但是他确实好了 我们和尚对这些问题就是尽性坚固 没有尽性绝对办不到 修庙跑到外头去化园 我感觉这不是办法 在家里面对着地藏像拜 你不是想修庙吗 你就拜,拜观音菩萨 拜地藏菩萨像 有人会送钱到你这里来 我施工修庙就这么修的 人家都叫他老修行 他在北京城一个城郊的地方 自己一个人连吃饭都没有得吃的 要修那间大庙 设想得很好 怎么办呢 他就拜佛 没有别的办法 他没有读过书 出家之后只想着修行 也不会做佛事 做佛事还得敲饮庆 他完全不会 他在家拜佛 就碰见北京城里一位信州的老先生 很有名望的人 有一天他经过这里 心血一动就进这间庙看一看 一看 他发了大心了 就替他当施主 到处化园 就把这间庙修起来了 我施工连这间庙都没有离开 就修了庙 还有影城回忆录里 谭旭老法师在东北修了那么多大庙 朱子乔老将军就替他化园 朱子乔化园化道 朋友都不敢见他 躲在厕所不出来 他就坐在客厅不走 非话不可 对他朋友说 你在厕所待得太臭了 出来吧 我给你香的把他叫了出来 化了他五十个大洋 在那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修庙求财富也好 或你要想发财 你就在家里念观世音菩萨 或念地藏王菩萨 你坐那里什么都不干 念七天看看 说菩萨你再不加持我 我就要饿死了 坐屋里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会改观的 如果我们大家都念 制止中东的战争不要发生 你得有这个信心 我们大家都念 就凭我们现在学地藏经的这些人 也不要太多 有这么三五十个人念 大家天天都念回向 如果有坚固的净信心 他们就打不起来 反正七错八错地打不起来 我们的业力超过他的业力 我们念圣号的力量 比那个力量强了 众生业力大了 善业自然小了 发展不起来了 恶势力强了 善的力量自然就没有了 如果善的力量强了 恶的力量自然就没有了 逐渐地消失了 把不快乐都转成快乐 没有意识缺乏的情形 就丰益了 乃至于睡觉都是快乐的 这些地藏王菩萨都能加持得到 这是佛所说的 是佛跟观世音菩萨说的 其实 观世音菩萨也是做这些事 观世音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长作度人舟 其实 地藏王菩萨比观世音菩萨的愿更大的 更有加持力的 地藏王菩萨本身很苦 别的菩萨实现的是大菩萨 阴落宝观 地藏王菩萨现的是比丘深 什么都没有 但他的加持力相当大 所以我们应当生坚固尽兴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